大家好 我是小白的宝箱作者 年末了 露个脸 今年2023年发生了很多事 比如PS会员涨价 年底PS Slim新版平替了老板 今年还发布了很多新游戏 这些各位都知道了 我这一年 一共通关了4款游戏 其实我平时玩游戏的时间并不多 另外我升级了一下我这套玩游戏的 声音系统和显示系统 另外我还买了一块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显卡 今年一共做了400多条视频 全网一共20多万粉丝 那么今年你们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事 欢迎写到评论区 0年2024年游戏圈还有很多大事 值得期待 比如1月19号 不到一个月了 我们就能玩到最后生还者2的重制版 PS5独战 另外PS5玩家还能玩到 合金装备3 食射者的重制版 虚幻5引擎 也是PS5独战 估计是现实独战 明年夏天还能玩到黑神话悟空 这是全平台 另外在明年的秋天 任天堂Switch很有可能会发布 甚至上市下一代产品 与此同时 索尼可能会发布PS5的半代升级产品 PS5 Pro 如果真有PS5 Pro 那肯定是4K60帧没跑了 出了必买 其实明年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期待的东西 欢迎大家补充到评论区 明年2024年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 身体健康 再见 明年见